咱们说这么多 咱们剪两个看看吧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把这个工作台给我们拿上来 胡老师 请看 这好 特别是那个眼神 确实是很纯神 我很少看见这个剪指 有的时候剪得像 但是剪得神似的 就是那个眼神 很少剪 你看 而且还真的剪出单眼皮 是吧 谢谢 还有给四位老师 你们猜一下 我们给你们做的 也是一个小礼品 富贵吉祥 梅兰竹菊 关键的我们是关公顾理的 给四位老师 一人做一个 关老爷的那个肖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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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好呀 好好好 来 上来拿 谢谢 谢谢 这样吧 大家都拿到了礼物 那既然要领略一下 剪指艺术的巧妙 就让老师带着 咱们剪一剪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你看看谁剪得好 涂黑的部位把它给剪掉就行 好 来 涂黑的地方把它剪掉 涂黑的地方 对 不一定容易哦 弯的地方 转脚的地方 不那么容易剪哦 先把这个下面这个 黑的多一点 刚才说有俩孩子是吧 对 他们喜欢坚持吗 喜欢 他们就是我的传承人嘛 今天女儿和女婿来到了现场 来 我们掌声欢迎 你好 你好 董老师好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卫林夕 各位老师好 我是高晓东的女儿 我叫高亚男 刚才说 你很喜欢剪指是吧 是的 董老师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做销售的 怎么大老爷们都喜欢上剪指了呢 我一开始不了解剪指 在我的印象中 我觉得剪指就是剪剪窗花 或者是剪剪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然后呢 当我到这个家里面以后 就是看到爸妈的作品 做的是人物文化 历史文化 以及德效文化 通过这块来 让我深深地被吸引了 如果她在爱上一样东西 我肯定支持 会有你妈这么支持吗 我会 做得到 做得到 他们像他们那种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也是比较心酸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在做那个大作的时候 在篮球场里 然后当时我就去送饭 他们俩都睡着了 整天没日没夜那么去剪指 就特别累 然后他疲惫地就躺在地板上 当时那个地板特别特别地冷 他们就全睡着了 当时我送饭的时候 我就很心疼他们 然后呢 我就没有叫他们起床 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当时那个情况下 他们都能坚持 就是我的老公 如果他愿意去做的话 我也一定会支持他的 坚持做一件事情 本身就很难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 诱惑挺多的时候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 请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想在国内举办一场 剪指艺术专场展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愿 因为我吉尼斯挑战成功以后 迎马来西亚邀请 吉尼斯那个作品 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一个 全球的手展 所以说我回来以后我就在想 咱们的东西怎么没有在国内展出呢 所以听了这个他的幸福心愿之后 我觉得赵小燕应该首先发言 是 我觉得高先生真的很让我感动 你们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环境是非常艰辛的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 那个东西能做出来 其实是太太不离不弃 那我明朗的话最开始是做策展工作的 策展服务的 那所以在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提供支持 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爱的力量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来自凤凰古城 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 去年在我们凤凰古城的群洛氏美术馆 也有很多世界的这些大艺术家 都在我们这儿做了艺术展览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希望邀请您以及您的作品 好 谢谢 谢谢 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希望能够私人定制你的作品 把它划到我的办公场所 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这种文化的美 谢谢 好 谢谢 剪纸艺术呢 其实是一个做剪法的艺术 把不要的东西抠掉 对 它跟其他的艺术比起来 最精妙的一点就是 要剪纸一刀下去 错了就是错了 所以你这一辈子都在执着于 做一件一丝不苟的事情 对 人生变迁似水流年 爱的剪影情的蔓延 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 一直支撑你 就是因为你这种专注的精神 是可爱的 是让人敬佩的